吉兰丹能吉里州席补选 确定会补选了 选举文会宣布 能吉里提名日落在8月3号 8月17号投票 竞选期长达14天 新冠上任的选委会主席 纳杜斯里南兰哈伦说 能吉里州一席补选 有超过2万名合格选民 选举开销预料需要160万令吉 吉隆坡高庭昨天驳回 变心不退党的原刃吉兰丹 能吉里州议员阿兹兹 为了阻止补选提出的 临时禁令申请后 选委会今天按照原定计划 开会后宣布能吉里补选日期 这也是新上任的南兰哈伦 第一次以选委会主席身份主持特别会议 他说能吉里补选将动员431名职员 在20个投票中心和一个提名投票站职情 投票通道共有46个 选委会预料 这次补选将需要花费160万令吉 为了在竞选期间监督选举活动 选委会将成立两支包括警方、地方政府和候选人代表的选举执法队 他也趁机呼吁候选人 尽早填写提名表格和提前交付按柜金 确保提名程式能够顺利完成 选民则可以从7月29号起 通过选委会官网、热线及应用程序 MySPRSmart查询投票资料